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y Disney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另一道有关堆战的算法题 它的题目是这样的 假设我们有一个整形的,纯属整形数的堆战 那么我们能够使用的堆战的操作只有以下几种 第一个是peak peak是指我们看一下堆战顶部的元素的值 但不弹出堆战 假设我们的堆战是里面的元素是13542 那么peak操作呢就只能看到最顶部的这个值是2 但它不会把2给弹出堆战 那么push呢是把一个数值压入到堆战中 那么empty呢判断的是堆战是不是为空 那么pop呢就是把顶部的元素 堆战顶部的元素给弹出堆战 那么要求呢 你只能在使用这几种操作的情况之下 把堆战中的元素按照一定固定的次序排好序 比如说把这个堆战底部是13542 顶部是2 把它排序成54321 也就是说堆战最底部的元素是最大值 接着是次大值 最后堆战顶部的值是所有堆战元素中的对小值 也就是按照堆战呢 由底到顶 也就是由低部到高部的一个降序排列 那么在此使用这几种指定操作的情况下 并且在不能用new来分配新内存的情况之下 将堆战的元素进行排列 那么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不分配新内存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在new一个另一个临时堆战 那么排序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原有堆战的所有元素 全部弹出到这个新堆战中 新的临时堆战中 在弹出的过程呢 由于我们一次要把所有的元素给弹出 因此在弹出的过程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弹出元素中的最大值给记录下来 比如说此时我们有一个临时堆战的话 我们可以把当前堆战中的元素 一三五四二 全部弹出存到另一个堆战里面 弹出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最大值给5给这个记录下来 那么把这个最大值5记录下来之后 由于这个state里面的元素全部被弹空了 此时我们可以通过push 把这个最大值5给push回来 然后在新的这个堆战中 重新把新的堆战 再次压入到这个老堆战中 那么压入的时候 把这个如果再检测一下 如果压入的元素是 已经压进来的5的话 我们就不再压入了 所以后面再压入元素的时候 我们就只把1342给压入进来 那么这样的话 第二步呢 我们再这个重蹈负责 再把堆战原来的前四个元素 因为这个最大值元素5已经压入占底了 我们可以把上面的前四个元素1342再重新弹出去 压入到临时堆战中 然后再把这个最大值给记下来 然后再按照原来的办法 再把这个剩下的四个元素中的四 重新压入到这个堆战 这样的话 那么反复的运用这个过程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堆战中的元素 按照所需要的要求进行排序 但现在问题是 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 麻烦就在于呢 我们不能同时 我们不能用new去分配新的内存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个约束呢 因为如果我们要排序的话 我们显然要把这个若干个元素弹出堆战 把若干个元素弹出堆战之后 那么弹出的元素应该如何存储呢 所以这是一个麻烦的地方 那么假定呢 我们现在要已经 假设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情况 就是比较好的情况 就是我们已经遇到了一个 已经排好序的这样的一个堆战 按照条件排好序的堆战 先假设有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要排序的时候呢 已经有堆战已经排好序了 是5421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元素是3 那么这个3怎么重新压入到 这个已经排好序的堆战 同时保证这个堆战的这个次序 在这个元素3压入之后 仍然是满足条件的呢 那么这么做的话 我们需要完成的一个过程就是 先要把这个堆战顶部的两个元素 1和2给弹出来 1和2和弹出之后 再把这个3给压入到 这个堆战元素4的上面 然后再把对原来的这个1 弹出的1和2给重新压回来 这时候我们又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不能分配新的内存 那么弹出的这个元素1和2 我们把它放在哪里好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用一个这个地规调用的方式 那么通过反复的地规调用呢 避免去分配新的内存 把这个元素直接存储在调用堆战之上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是怎么运 是怎么做的 我们要把这个3放入到一个 已经排好序的堆战中 并且保证元素的次序不变的话 我们用一个insert函数来实现 这个insert函数呢 它的输入参数有两个 一个是堆战s 另一个是要插入的元素 比如说在这里面的例子呢 是我们要插入的元素是3 同时要求呢 这个堆战s是已经排好序的 那么如果要插入的这个元素是3的时候 我们先判断一下 如果要插入的元素 如果这个元素比这个 对战顶部的最小的这个 顶部的这个元素还要小 或者对战是空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元素 压入s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要插入的元素 比对战顶部的元素要大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对战顶部的 这个元素给弹出来 存储到一个变量t中 那么在这个函数指形的时候 这个t呢是存储在这个函数的调用堆战上的 也就是说这时候如果我们要插入3的时候 我们需要先把这个1给弹出 这个1给弹出之后 这个1会存在这个调用堆战上的一个变量上 然后d归的调用这个inserts 那么第二次inserts 这个1弹出之后 剩下的这个s呢 它仍然保持一个性质 就是剩下的这个弹出最顶部的这个元素之后 剩下的对战中的元素 仍然是按照这个从底到高降序排列的 也就是说弹出这个站顶元素之后 对战s元素里面的这个排列次序并没有变化 所以这个insert逻辑呢 可以再次进行 那么第二次的时候 再次低规掉用的时候 由于这个s已经把对战顶部的1给弹出了 剩下的元素就是245 那么这时候要对245插入元素3 那么再次判断这个条件 那么由于顶部的这个元素是2 它不成立 那么在当前的调用对战上 我们就把这个s点破 把这个元素2给弹出来 元素2弹出之后 它存在哪呢 仍然是存在当前这个函数调用的 这个调用对战上 那么2弹出之后 剩下的对战是元素是4和5 这个时候它仍然是保持排序的 降序排列的 这时候我们在调用音色的时候 这个3要插进来 这个3插进来的时候 会在这里面判断 这个3是小于当前站顶元素4的 所以它可以直接把它压入到这个对战的顶部 因此这个3在这时候就可以压入到这个4的上面 这时候压入完了之后 就在这里面Return 就会退出当前的这个函数 退出之后就会返回到这一步 这一步的话就会把原来这个存储在这里的这个元素T 也就是2给重新压回来 那么这个2是存储在这个地规调用所造成的一系列的这个调用对战上的 那么这个2压回来之后再返回 再返回的话 再返回来的时候 继续再执行这一句 那么这一句这时候原来存储的元素T等于E 就是这个E 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E给压回来 那么压回来之后 那么全部地规调用再重新退出的时候 整个这个元素3呢 就插入到了这个排好序堆栈中的这个合适位置 那么地规调用出来之后 整个堆栈就是按照要求排好序的 那么就会变成12345 就这么一个这个排列 那么是满足条件要求的 所以我们通过一个地规调用的方式 把需要用新内存存储的元素呢 直接存储在这个调用的这个函数调用地战上 你避免使用这个new再堆上分配新内存 这是这个使用地规调用去避开这个不允许 用new分配新内存的这一个限制条件 OK有了这个函数之后呢 我们现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这个insert函数的调用呢 需要输入的这个参数s 要求这个s里面的元素 必须是已经排好序的 这就是要求反过来 要处理我们原来的问题 就是怎么把一个这个堆栈里面的元素 把它排好序呢 那么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的做法的这个代码就是sort by recursion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接口 来对这个s的对战中的元素进行排序 它这里面有一个这个判断呢 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s的empty等于处 也就是说对战里面s是个空的对战 那么空的对战就是一个元素也没有 那么空对战我们可以认为它本身是排好序的 这时候如果是排好序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元素通过这个原来的这个easter调用 直接把这个要要押入的这个元素呢 直接插入这个空对战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地柜的排序调用 那么如果进来的时候 如果判断一下这个对战如果已经是空的话 那么就表明这个s对战已经是排好序的 因为空对战是一个元素也没有 那么一个元素也没有的对战 我们认为它是已经排好序的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对战顶部的元素给弹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 原来含有n个元素的这个对战呢 就变成了只含有n-一个元素 我们先递归的去排序排列 剩下的n-一个元素的对战 把剩下的n-一个元素的对战排好序之后 再用这个insert函数 把这个占顶元素插入到已经排好序的一个这个对战中 最后形成的对战是含有n个元素的 并且这n个元素就已经排好序了 所以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这个serve by recursion的时候呢 又再次使用了一次地柜调用 那么这个想法是这样的 跟我们前一节的这个汉诺塔的问题的解决思路是很相似的 如果我们要去处理一个问题的规模是n个元素的这个问题 那么含有n个元素的这个规模的问题呢 处理起来呢比较棘手 那么我们可以假想一下 如果当前这个问题规模为n-一个元素的时候 并且这个问题规模为n-一个元素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 这个结果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处理含有n个元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假定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把 直接能够把n-一个规模的 含有n-一个元素的规模的问题已经处理好了 那么面对一个已经处理好的n-一个元素的这个结果 我们要处理n含有多一个元素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能够通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满足 如果说存在这样的前提条件 我要处理的问题规模是n 那么假定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已经能够把n-一个 含有n-一个元素的规模的问题处理掉了 那么在这种假设情况下 那要处理n的问题规模为n的时候 只需要在前一步已经处理好的n-一个元素的问题的基础之上 通过简单的操作就能够处理当下含有n个问题 n个元素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递规的方法 不断的把问题去瓦解 大家看在这里面 如果我要排好对n个元素的对战排序的时候 我把它转化成这里面 要去排序n-一个元素 排好要处理n-一个元素的时候 再把这个占顶元素弹出 再去处理含有通过低规调用 再去处理含有n-二个元素的这个问题 一直不断的把这个问题分解分解 当分解到问题足够小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在这个问题足够小的时候 很简单就可以处理掉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不断的分解成 这个足够小的规模 然后用简单的方法 把足够小的规模的问题给处理掉 然后递规回来 那么既然n-一个元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么处理n个问题 只需要一个现成的简单方法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 在递规回来的时候 再处理 再通过一个 再处理好这个n-一个元素的 这个问题规模的基础上 我们直接调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在原来的这个步骤之上 经过一个简单方法 就可以处理当下这个 多一个元素的这个问题 那么这种解题思路的话 是在算法设计中经常使用的 所以大家通过这两个问题呢 可以把这两 可以掌握住这两者 这个思路的精髓 就是我要解决n-n个规模的问题的时候 看一看n-一个问题 n-一个元素的规模 如果已经解决的话 是不是n-个元素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如果是的话 就可以使用这种递规解决的方案 那么这个对战排序呢 显然就是能够非常能够满足这种条件的 OK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步 那么合在一起的话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的算法就如下 那么这里呢 这个insert呢 就是给大家刚才看到的 这个要排序 要把一个这个数值 v呢 插入到一个这个 方法 插入到这个元素 已经排好序的这个对战s的时候 所需要的逻辑呢 就跟大家刚才描述的一样 那么要想 要想找到一个排好序的这个对战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sert by recursion 通过递规调用的方式 不断的去把这个n个元素进行排序 把含有n个元素的这个对战 转换成 只含有n-1个元素的这个对战 然后去解决 解决完了之后 再把当前的这个站顶元素 重新插入到 已经排好序的 含有n-1个元素的对战之中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入口元素 我们的入口元素是在这样的 首先new一个对战s 然后new一个这个 我们刚实现的这个对战排序的对象 然后在这里面呢 通过这个随机的方式 随机插入这个五个这个随机数 然后通过这个sert by recursion 对它进行排序 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 调试看一下 调试起来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去随机插入五个元素 好进来的时候大家看一下 随机插入的时候是主个元素 15919 这时候它的这个排序是混乱的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做法 哦 完了 没事 这次断点我们再来测 我们过来的时候我们这里面的押入的值能是92559 那么它随机来的话就是这时候它是没有排序的 我们执行下面的逻辑看一下 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堆战是92559 然后把顶端的9给弹出来 放入到当前存入到当前的这个函数的调用堆战上 这时候变成9255 然后继续往下走 这时候9255的话 再继续排序 再把前面这个5弹出来 5弹出来之后 这时候再往下走 接下来的这个值是925 然后继续往下走 那么再把前头的元素弹出来 剩下的这个堆战是9 再把它弹出来 再把它弹出来之后 我们的堆战就是这个 就是空的 空的话就会跑入到这里面来 大家看 那么下一次运行的时候就会跑入到这里面来 因为一个空的堆战就已经是排序的堆战了 然后再往回走 这时候空的堆战已经是排序的堆战 排序的堆战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insert函数 把当前的元素直接插入一个已经排序的堆战 所以往下走的时候insert会走进来 这时候堆战是空的 我们直接把最底部的元素9给压进去 OK 那么这时候压进来之后 这个s就是已经一个 就是已经是一个排序的堆战了 那么这时候再往回走 上面的这个元素呢 v呢是2 是我们原来存储在这个堆战上的这个元素 那么这个s呢 是已经排好序的元是已经排好序的堆战 然后把数值2呢 插入到一个已经排好序的堆战 这时候它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直接插入 OK 是这里面插入 插入了进来了之后再返回的时候呢 这时候 我们的堆战是5 元素是5 那么在堆战上已经排好序的是9和2 这时候5要插进来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走入这个insert的时候 它就不会满足 不满足前面这个条件的话 我们就把前头这个堆战的顶部元素5 元素2给弹出来 存储到当前这个insert函数的这个调用堆战上 然后把这个5呢 插入到剩下的堆战里面 OK 这时候因为2已经弹出来了 所以这时候堆战顶部的元素是9 5的话就小于9 这时候它就可以插入到堆战顶部 OK 那么得到的这个元素就是 大家看 5就可以插入到9的上面 然后再把存储在调用堆战上的元素2 给这个 把这个元素2给插入到站顶 压入到站顶 大家看这时候5的话就可以插入到合适的位置了 OK 就是这个逻辑一直往下走 大家可以试一下 然后我们往外走 往外走之后 一直走出去 一直走出去 走到这里面来 最后 这时候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9955 已经是满足我们这个条件的这个排序了 也就是说最大的值在底端 然后最小的值在顶部 那么整个这个堆战的排序呢 就按照我们要求的这个由底到高 按照一个降序排列 也就是说顶部越高处 堆战越高处的数值就越小 所以这时候2在最上面 中间的值5在下面 最后最大的值在9 在底端 所以最后排好序的这个堆战呢 是满足我们这个题目要求的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我们这一节的内容呢 主要是有两个思路 一个是把一个 要处理一个规模为N的问题的时候 把它不断通过D规调用的方式 把它瓦解成处理一个规模 更小一点的N-1的问题 解决完规模N-1的问题之后 再通过一个简单的方法 在已经解决好的N-1的这个结果之上 把最后的一个N个元素 通过简单的方法 在原来解决问题的基础上 把整个规模为N的问题给解决掉 这是一个把问题不断瓦解的这个思路 第二个半 第二个这个想法就是 在我们不能分配新内存的条件之下 通过D规调用去实现 把这个元素存储在调用堆战上 以规避使用new 从这个堆上分配内存 这是我们这个算法解决的这个两个要点 大家拿到代码的时候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问题 这一节的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谢谢大家